每天学手天天就告诉大家好我是一手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红枣糯米糕准备糯米洗净提前泡8至10小时准备没有泽的大澡对边切开铺到碗底再给他来一层提前泡好的糯米压实喜欢吃大澡可以多放啊再撒上一层红糖 然后再给他来一层糯米压实 再来一层红糖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没过糯米 洗锅烧水蒸它50分钟 蒸好晾凉扣入盘中 好吃的红枣糯米糕自助完成 感谢老铁支持啊 好我是一手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红枣糯米糕准备糯米洗净提前泡8至10小时准备没有泽的大澡对边切开铺到碗底再给他来一层提前泡好的糯米压实喜欢吃大澡可以多放啊再撒上一层红糖 然后再给他来一层糯米压实 再来一层红糖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没过糯米 洗锅烧水蒸它50分钟 蒸好晾凉扣入盘中 好吃的红枣糯米糕自助完成 感谢老铁支持啊 我是一手哥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红枣糯米糕准备糯米洗净提前泡8至10小时准备没有泽的大澡对边切开铺到碗底再给他来一层提前泡好的糯米压实 喜欢吃大澡可以多放啊 再撒上一层红糖 然后再给他来一层糯米压实 再来一层红糖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没过糯米 起锅烧水蒸它50分钟 蒸好晾凉扣入盘中 好吃的红枣糯米糕自助完成 感谢老铁支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